大家好朋友们 现在是18点38分啊 给大家有一封信啊 公开信给大家读一下 朝阳错 昌平回龙贯镇 实际上是使个庄街道啊 这使个庄啊 这个回龙贯镇肯特社区被断水断电 纵火恐袭 恐怖袭击啊 这个逼迫拆迁啊 请扫黑办领导明察秋毫 保障民生 尊敬的扫黑办领导冒号 您好 我们是昌平回龙贯镇使个庄 肯特公寓的300户 近千人的长租户 公寓的前身是北京昌达肯特 家具有限公司的职工宿舍楼及厂房 啊 这个叫北京昌达肯特 家具有限公司的啊 职工宿舍楼及厂房 建设时期为1992至1998年 肯特家具拥有该地块的集体土地建设用证 且部分建筑拥有昌平区政府颁发的房产证 部分啊 有房产证 2016年 北京昌达肯特家具有限公司 与北京天宏九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租赁协议 这个天宏九亿商贸公司应该就是二房东 我感觉啊 签订租赁协议 将其在市个庄村的厂房 租赁给北京天宏九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做仓储办公宿舍等使用 且约定如遇政府拆迁征用建筑物的补偿 由北京天宏九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啊 因为他要盖房可能 并且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建筑期 啊16年到18年呗 就在就在盖 那也花了不少钱呀 看来 后北京天宏九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对厂房宿舍进行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就是盖房了应该 就是盖成房子了 2017年天宏九亿陆续与300户 长租户签订租赁合约 租赁合约他就没有产权 这个没有产权的啊 这个且约定如遇政府拆迁占地改造等地上务的拆迁款归申请人所有 申请人是谁呀 这个很模糊啊 我不懂啊 长租户在2018年的2月开始陆续入住 这没住多长时间啊 这才三年到现在啊 至5月约有300户的长租户 长租户肯定掏钱掏的多 及200多户的短租户陆续入住 短租户就掏钱少呗 应该是这意思啊 但是 18年5月嘛 到现在还不到三年呢 在安居乐业仅仅半年后 你看 才半年啊 回龙冠镇政府相关人员 在副镇长赵飞 姓赵 叫赵飞的带领数十人的保安人员 频繁光临 这个肯特公寓啊 在镇政府的关切下 就是他们想要这地儿了 开发商天红酒意 被密集约谈 天天加班商讨 一系列的自主腾退 肯特公寓才得以发生 一系列的断水 三次断电 一次纵火 数十次的打人事件啊 特举报回龙冠镇政府 六大毒症 恶毒的行政 事件如下 一 停水停电 阻断交通等野蛮手段 逼迫搬迁 1月30号 他说的可能是19年吧 还是今年我看看 他没说哪一年的事 1月30号 副镇长叫腾斌 及 承建科政府人员叫丁一 姓丁一二的一啊 带领五十余名保安 这副镇长可能就是负责 承建这块叫腾斌啊 带领五十余名保安 再次切断了 社区业主自己集资修建的供电设备 供电设备啊 导致整个社区停电停水 这种策略 这种手段的其他的拆迁一直在用 二三十年前就得用 就是强迫你迁走 你没有水没有电 你生活太不方便了 对吧 二月十九日正月十五 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 由镇长叫刘进京 刘进京啊 刘进 晋升的晋 北京的晋 刘进京带领 副镇长腾斌 还有一位赵副镇长 率领黑保安四百余人 两辆挖掘机 挖掘机 一辆铲车 来给肯特的居民拜年 这个拜年就是 当然是 是另外的一种拜年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现场将一排 整齐的二层建筑 也就是公寓的健身房 进行强制拆除 并且破坏了 长租居民的供水房和发电机 连仅有的业主发电供电设备 也全部砸烂 水房被铲平 导致社区第四次被停电 彻底断水 整个社区到处是易燃品 垃圾遍地 堵住出入社区的主要通道 我估计啊 那个跟他们签租赁协议 那个北京天红九亿商贸公司 可能镇政府给了一笔钱 那个人已经不出面了 那个公司 那个二房东 是吧 剩下呢 就集中力量对付这些 三百户的长租户 他们可能掏了不少钱 我那我昨天吧 做那视频 我看里边那人说 我掏了好几十万 他可能血本无归了 那哥们可能给了钱了 给了一笔补偿 就是卷着款就跑了 就不管了 是吧 你看这上面有照片 说显示政府镇长 亲自指挥破坏发电设备 铲平水房 驱赶居住人群 堵住大门 殴打孕妇 组织黑保安 破门入户 在这个租户的房间 拉大便 还拉屎 恶心业主 强迫你搬离 根据国发办 国办发啊 国务院办公厅发的 2010年的15号的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 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 切实维护 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 第四项规定 哎呀 这中国共产党 这个天天啊 年年月月老发这种文件 那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啊 你不管用的 你看文件 中国就是有的时候 说是文件治国 实际上背后驱动的是利益 是吧 说要强化监督管理 依法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 对采取停水停电 阻断交通等野蛮手段 逼迫搬迁的 以及采取株连式拆迁 和突击拆迁等方法 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 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中纪办 中纪委 发的2011年8号的 关于加强监督检查 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 第四项规定 如何如何的啊 要严肃查办案件 严格追究有关责任的责任 加大查办 违法违规 强制征地拆迁案件的力度 重点查处 采取中断供水供热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 迫使搬迁行为 采取暴力威胁手段或突击株连等方式 强制征地搬迁拆迁行为 以及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布后 仍然组织实施 行政强制拆迁等问题 对有令不行 有令有禁不止的 违规动用警力参与征地拆迁的 因工作不利 简单粗暴失职独职 引发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 要追究 要追究 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涉嫌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你要看这个 那你还不是活在新闻联播里呢 是吧 新闻联播多幸福啊 是吧 那你生活呢 你实际的生活和新闻联播的差距呢 有十万八千里吧 是吧 然后对征地拆迁中官商勾结 权签交易的 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绝不姑息啊 然后经建拆 北京建委的 关于拆迁的 2006的573号 北京市房屋拆迁现场 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 拆迁现场 对已签订拆迁协议 并腾空的房屋 实施拆除时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减少对现场 未签协议的单位和住户 正常生活 生产秩序的不良影响 他说是减少 没说是禁止 严禁采用恐吓 胁迫 以及停水 停电 停气 停暖 阻碍交通 即上门骚扰 砸门破窗的手段 强迫被拆迁人拆迁 那你要说这个 那前一段的拆迁呢 那个崔村的那个 香唐村 崔村镇的香唐村 是吧 那个刘村镇的瓦窑村 那个淮柔区的水长城 那个那个平谷区 那叫什么村 还有山东围方是资博那 还有广东那 全国各地的云南大理 包括黑龙江最北边的那个 那个那个北极村墨河 我们都赶上了 云南大理 我的朋友家的院子给拆了 是吧 北京宋庄 那个艺术家 那个不叫艺术家村 叫艺术家区吧 宋庄那至少一百多个艺术家 当然他们买的 说是买的一片果园 也不叫果园吧 叫什么 大棚 实际上里边盖房子 也多多少少有不合理 不合法 或者是模糊的地带 这不都给拆了吗 是吧 根据上述规定 在征收拆迁过程中 严禁以中断供水供电供暖的非法方式 逼迫被征收人搬迁 然而自 这个项目啊 现在这个项目啊 他们这个使个装叫 信息源 二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实施以来 相关单位却无视上述法律规定 采取极端手段逼迫申请人搬迁 导致申请人在临近农历春节之际 无法保障自身的温饱 及人身财产安全 根据京建拆2006573号 北京市房屋拆迁 这一堆啊 第十七条 指规定第三款的规定 区市县建委 监督检查拆迁现场各项措施落实情况 应将查处情况报市建委 市建委 我堂哥就是朝阳区建委的就是大头啊 这个我就不说什么了是吧 哎在中国是真的没办法呀 回龙贯镇政府 第二说是对违章建筑监管不利 回龙贯镇政府 未出示任何的这个这个违章的证据及执法记录 就认定存在了20年的肯定肯特公寓的肯特社区的公寓楼为违法建筑 自二一九九七至二零一七整整二十年 历届镇政府没有认定该建筑为违法建筑 二十年不认定不代表他不是 对吧 首先中国他就不是土地私有化 产权私有化的国家 对吧 这里边你这个 你跟政府讲道理 是吧 你就跟一个村政府你也打不赢官司 你别说一个镇政府区政府你惹不起人家 这老百姓只能是自认倒霉 如果给你点钱 你就万幸 不给你点钱 是吧 你看刚才那人给打成什么样了 是吧 弄不好把眼睛打瞎了 把你腿打折了 你后半辈子就完了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 你老百姓遇见政府 你有道理可讲吗 对吧 只能是自保 真的在中国只能是自求多福 我原来也买过 我原来买过这种小产权的房啊 顺意啊 顺意那个南彩镇的河北村啊 后来我觉得有问题 我就不要了 我那便宜啊 850一平啊 那是1993年啊 140多平花了11万多 后来我把那房子处理了 然后他们赖这个政府啊 说这个房子存在20年了 有好多都是 你先盖 盖的时候可能给镇政府啊 给乡政府啊 给村里啊 送点礼先盖上 实际上就是二房东 这个不合法的 是吧 然后你看 在16年至17年初 二次装修 内部整改期间 镇政府没有认定该建筑为违法建筑 导致开发商将不符合国家法规的建筑 推向市场 对啊 你指望政府 你说他不作为 他就是说我没看见 谁让你盖的 谁让你买的 谁让你租的 活该 中国就是这逻辑在中国 对吧 你是在中国你要捣根 不合理的 不合法的 让你面临很大的 这个经济损失的事太多了 你有办法吗 你没办法 然后还说 腾退资金监管不利 自腾退日起 镇政府的四方集资 安排数亿的财政资金 用于该地块的腾退用途 在开发商天宏九亿刚开始 就已经将300余户 长租户的资料提交给政府后 仍然接受开发商谎报 长租户数量约510户的数据 瞒报数量约200余户 导致约3000万的财政资金 白白流失 这个业主多次举报 几位副镇长以资金为开发商资金 筹措为谎言 堂塞举报人 开发商伙同政府人员编制的 虚假的退款名单 骗取国家财政资金 这有一张图 这就是骗 这有可能 这个这个这种事很多呀 北京市朝阳区 就那大旺京现在特火 就我们家旁边 大旺京商务区 那个里边有好搬迁的之前 说是户口户口要冻结了 那有托的人 那跟政府的很多官员 有关系的人 有门路的 都往里塞户口 都塞了至少100多人呀 当地老百姓也去上访啊 警察打呀 对吧 给这帮老头老太太打了 年轻人你不得上班吗 都是岁着岁着大的去啊 岁着大的去就被那个叫什么 不叫催个庄吧 叫催个庄吧 催个庄香吧 叫什么香 就是那个来广营那边 望京北边那边 是叫催个庄吗 就给打了 你就是去的都是年轻人 也没用 也照样打你 照样关你 那网里边塞了好多户口啊 对吧 很多人根本就不是那的人 也都得着钱了 你这种事太多太多了 顺义李桥 那还不是房地产拆迁吧 就是修那个精平高高速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高速 就那一个镇长 叫李炳春还两个多亿呢 查明的查实的 就两个多亿啊 还有说对国家的维稳任务 置若网闻啊 社区发生暴乱十次以上 流血事件十次以上 百人以上维权十五次以上 纵火一次 断水断电三次啊 1月20号啊 说物业方自己拿钥匙 凌晨三点零五分 打开整个小区配电室后 拉闸断电 然后纵火焚烧配电箱 致使小区全面停电 如非当时租户及时发现 将酿成火灾 群死群伤的惨剧 事后火警赶到 应该是消防队啊 在总电源已经断了 全社区停电情况下 依然坦然的劝业主说是 电源短路引起的火灾 消防队也被他们买通了 对监控抓到的作案人断电行为 作案啊 就是纵火 却避而不谈 凌晨五点 北京市公安局及昌平分局的刑警 相继赶到 现场拍照 拷走就是拷贝啊 监控视频 及带走相关证据后离开 在二在2019年的1月30号 昌平区刑针支队 回复访民时 竟说毫不知情 啊 1月24号 凌晨五点被近百人的黑恶势力 突击入小区 殴打残害 睡梦中的百姓 蒙面人用铁棍 铁棒木棍等凶器 将小区50名居民打得头破血流 三辆120急救车 装满受伤的业主进行急救 其中十余位业主被打成重伤 砸坏小区的业主的小屋 包括监控系统在内相关设备 并且抢走部分业主的手机 作案人均口口声声称 让你跟政府作对 让你不退房 你看这是 这都有火光啊 这是烧的 纵火焚烧配电房啊 这这些人给打的是吧 你看躺在这 这女的脸都给打肿了 这他们戴的黑头套啊 是有棍子 他们这棍子是装在这个纸箱子里 带来了一捆一捆的 到现场分发 我都见过这种人 我见过几十个 以东北人为主的 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在那个大兴西洪门 有那么三四十个 说话东北口音的年轻人 就是抄起棍子来 也不知道要打谁啊 不知道跟这拆迁是否有关系 后来又都放下了 2019年4月28号 物业方 叫史全六 那不叫史个庄吗 可能姓史的啊 代表 他的代表人 叫刘培元 组织50余名黑社会 破坏社区两个玻璃大门 一个楼道门 说我们的基本诉求为四点 请您给予书面答复 一特请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共国务院 管你这些事呢 北京市政府中纪委 北京市公安局派出专案组 严格按照党纪国法 党纪国法 依法查办啊 这个相关责任人 惩办黑恶势力保护伞 还基层百姓一片青天 二 保障社区的供水供电供暖 让我们在北京 感受到市政府和纪委领导的 深切关怀 给老百姓一个基本的生存权力 三 严惩黑恶势力的案件主犯 叫史权六 史丰杰 蔡来 郭骏 等 史权六 史丰杰 蔡来 郭骏 等涉黑分子 直到全部落网 法院裁决 他这也有些这个语言文字 说的不是那么太 太确切啊 不对 强烈要求北京市公安局 彻查 惩办黑恶势力 惩办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回龙冠镇政府的相关人员 维护首都什么什么啊 使受伤的百姓得到妥善的治疗 赔偿治疗费 务工费 精神损失费 第四条 根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 由政府出面 与我们协商安置和补偿 肯特社区全体居民 2019年6月17号 你这个叫鱼虎谋皮啊 是不可能的 只能自认倒霉吧 这个在中国没办法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求多福 因为坑太多了 都快躲不过来了 是吧 谢谢大家